好 接下来群集现场更多的内容把时间交给韩宇 大家晚安国际的最新消息 首先是关注印中两军在9号爆发冲突 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而在13号起呢 推特上面就流传了一支中印两军的冲突画面 根据CNN的报道呢 这长达2分20秒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呢 处于高点的印度军人呢 他们是手拿着长棍还有等等的武器呢 似乎呢是想要驱离解放军 两边的人数都非常多 而且双方呢 一开始他们是呈现是对峙的状态 不过呢 在不久之后 解放军就开始翻越这道矮石墙 似乎是想要往前进 不过呢 印军最后呢 是拿各种武器一次攻击解放军 而在影片的最后呢 所有的解放军 他们是撤退到了山丘下 部分的制高点的印军呢 他们是在解放军对他们叫嚣 而且是振臂欢呼 是 因为 这支影片现在是在网络上面大量疯传 不过根据CNN的引述 魏志明的印度官员他们表示 影片确实是在中印两国未定边境的 实际控制线所拍摄 不过事发的时间其实是在去年的9月28号 那么尽管这个影片的冲突 并不是12月9号现在舆论针对的这个冲突 但是CNN还有多项的专家都已经同意了 这确实是足以证明中印边界的情势是持续紧张 另外CNN也向大陆外交部来查证 希望是可以获得相关的说法 接着国际焦点是聚焦在美国联邦参议院 昨天在15号的时候以83票赞成11票的反对 来通过了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两院框定五角大厦明年预算为8580亿美元 而且要以百亿的美元来支持台湾面对大陆的侵略 还有强化美台之间的合作关系 这个法案这个授权 现在美国国务院也预计是要在未来五年内 来提供台湾的总金额是高达了100亿的美元 做无偿的军援 每年最多20亿美元 而且提供台湾20亿美元的军事直接贷款 法案中其实还提到了拜登政府 他现在得要赶快解决对台湾遵守延迟的问题 那么这项法案其实是继众议院在8号表决通过之后 昨天在15号参议院也通过了众议院的版本 两院内容一致之后送交白宫 由美国总统拜登来签署 而其实在同一天 美国商务部他们也宣布了要扩大对北京的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令 包括了长江存储 还有AI的公司韩武科技等 36家的大陆企业都被美国以协助北京发展军事 或者是侵害人权等等的因素来列入了黑名单 禁止北京来购买高科技的零件 另外其实美国他们其实也同时宣布了大陆的26家企业 移出未经核实的名单 根据路透的报导 这个是因为北京他们愿意让美国实地的考察这些企业 所以拜登政府他们才会把这些企业删除在名单后 那美企现在在露气出口货物之前 也不必再进行额外的调查 那么确实 这确实是代表着中美两国在陷入贸易战角力的时候 在一定程度上是展开了合作 不过并不代表美中的关系是进一步的解冻 那么尽管美国和北京现在竞争上是不断的强调 美国强调竞争但是不冲突 但是事实上对大陆的各领域的围堵力道也是不断的加大的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他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针对了WTO 14号在日内瓦审议美国近期争议不断的贸易政策来发表的评论 汪文斌批评呢 美国已经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者 并且呼吁美国应该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尽早纠正错误回归多边主义的大家庭 美国一方面高呼公平竞争 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歧视性补贴 帮助本国产业获取竞争优势 有关出口管制措施在偏离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轨道上 越走越远 美国拒不执行大量已经生效的争端解决裁决 继续依据其国内法特别是所谓的301条款 加征单边大规模高关税 挑动脱钩锻炼有岸外包 还滥用长臂管辖 胁迫其他世贸成员遵守美国内法 美国已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者 产业政策双重标准的操纵者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扰乱者 和单边霸凌行径及大成者 各方纷纷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说不 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美国应纠正错误 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切实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 早日真正回归多边主义大家庭 做法 感谢观看